您好 歡迎收看九點熱話題 我是黃新化 要帶您關注的是政治焦點 台北市南投的立委補選 國民黨中常會已經拍板定案 要採取徵招模式 主席這隊的人恐怕也很難耐心等待 仔細尋找了 畢竟立委補選提名大選 只剩短短兩天 早上有再跟黃建廷秘書長 通過電話 那麼他非常關心 我也有跟他講得非常清楚 就是我不會參選 主席常會上不止一次提要找對的人 但傳出黨內不公開民調 爭取蔣萬立委位置 王鴻威數據最高 和第二名還有不小差距 不過被抬轎的 評估種種因素後怕翻車 只能趕快下車 我不是B站 其實老講我也不怕文英農 那麼他最主要就是在 整個的時序的問題 我有講過就是禮拜六我們才完成選舉 然後這個禮拜就要去登記 那可能大家就立刻會說 王鴻威落跑 而這次常會上也通過 台北市和南投縣立委補選提名辦法 將由黨中央以徵召方式推薦黨員參選 秘書長黃建廷也表示 已在持續徵詢溝通人選 這是一個初步 因為還沒有結束 我們還有12月18號嘉義市長的選舉 還有即將面對的台北市立委的補選 南投縣立委的補選 雖然黨中央有提名權 但若當事人敵死不從 總不能駕刀逼登記 就怕重演苗栗先提名 才善後的復撤 每一席立委對立法院黨團而言 都彌足珍貴 所以我們不可能放任這一席 沒有人提名 九合一後馬上有新戰場 黨中央想延續大勝氣勢 這部提名旗得下得驚 再來看到新北市長 侯友宜高票連任 媒體針對了2024進行民調 結果顯示 國民黨如果推出侯友宜 不論是對上綠營的賴清德 陳建仁還是柯文哲 支持度都居冠 但說到選舉 這回九合一 藍營雖攪出好成績 內部人有共識 得拿下2024才算贏 於是就有最新媒體民調指出 若是2024國民黨推派侯友宜 對上民進黨賴清德 與民眾黨的柯文哲 35.4%的支持度排行第一 賴清德 柯文哲 則分別以29.4 23.2的支持度分居23名 而同樣的組合 若代表藍營的是郭台銘 雖然一樣居冠 但32%的支持度卻低於侯友宜 且就算把綠營對手 換成陳建仁 侯友宜一樣居冠 畢竟四成的支持度 也略勝郭台銘 一個百分點 最強組合 看似成型 我現在是新北市四三 我好好的 努力的把新北市做好 這是我的版本 也是我的角色 做好市長工作最重要 但連任後隨即出現 總統民調 這時間點的確很巧妙 我們沒有看到這樣的民調 在這一次九回一選舉 是給民進黨教訓 國民黨還需要更多的努力 炒作了這些總統民調 基本上我認為是藍營的內鬥 現在藍營倒珠 卡珠 非常清楚 自己人不願多說 綠營的則隔岸關火 今天是有人在操作 直進來大陸爆發白紙革命 後遺並未在第一時間發布聲明 導致台中市長盧秀燕 喊話應該傾聽民意 我想政府的施政 一定要傾聽這個民意 第二方面 我也呼籲我們的國安系統 要注意到中國大陸內部的 一個情勢的演變 但畢竟是牽涉兩岸 對侯來說 沒在第一時間發表看法 或許也被怕說是 意在更高位 TV月圈最終選會 台北有道 蔣萬安勝選 但是總票數不如2018年 敗選的丁守舟 媒體人趙少康提出了兩點回擊 藍營今年的票沒有少 交給佳琪 這一回的九合一大選 雖然投票率沒有往年的高 但是國民黨依舊是拿下了 多數的勝利 但是有人卻認為 國民黨的票似乎減少了很多 所以也不太算质疑 這樣子的論點被資深媒體人趙少康給反駁了 他說尤其你看台北市這一億 你可以看到蔣萬安獲得了575590票 比起之前代表國民黨出戰的丁守舟 他認為蔣萬安得票是倒退的 外界是這麼想 但他卻不這麼認為 他說國民黨得票萎縮 沒有獲得民意支持 這樣的論點是錯的 因為他說光是你看看 台北市近年的人口大量的外流 那麼總選舉人口就少了將近14萬 再來台商沒有辦法透過大三通或小三通 回到台灣投下這神聖的一票 確診者也無法出門 軍人也因為戰備的原因沒有辦法輪修 所以很多票都出不來 再加上被除籍的人也大有人在 也因此蔣萬安的得票數 雖然只降了2000票 可是你總體原因看起來 相對而言它反而是增加的 有人就認為這樣的論點 是不是在幫國民黨自己找藉口找出路 他說並不是這樣的 黨內各司其職自己已經全力再交給民意 而且他還講到說了 其實現在蔣萬安都還沒有當上台北市長 要先給他一點信心 讓他順利的推動市政 不要在嚴明一上任都還沒上任之前 就先打擊他的信心 曾經精準預言 陸文門會使綠營一時無命的立委高嘉瑜 過去他的立場跟黨中央時常不同掉 現在更被黨內統治點名該離開了 這期日的玩笑難不成早透露內訢端倪 九合一大選結束民進黨慘敗 立委高嘉瑜把炮口對向黨內 這讓同黨的港湖區議員李建昌罕見開炮 李建昌在節目上直言 如果要檢討可以關起門來講 不需要公開向媒體放話炮口對向黨中央 高嘉瑜是民進黨栽培出來的代表 如果每個人都像他一樣沒跟黨同一條心 民進黨早就潰散了 甚至說重話建議高嘉瑜應該離開民進黨 高嘉瑜不能接受私下透露跟李建昌關係不差 也有幫他站台過 但現在因為點出民進黨敗在側翼網軍 卻被出征 我所點出來就是說這樣的一個現象 不管是去出征或是洗版所造成的議言堂 或者是只有一種聲音 這個其實對於一個政黨的健全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們也是希望說大家能夠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 那也包括其他的委員也有相關的一些想法 沒說出口委屈兩字但聽也聽得出來 只是這看在綠營同伴眼裡似乎又是另一回事 TVB新聞吳俊瑋 洪富華 韋佳琪 你做很台北報導 九和一大選民進黨只拿下了五個縣市首長 總統蔡英文辭去了黨主席 不過台北市議員王世堅還點名 隔回蘇貞昌應該要下台負責 九和一選戰北台灣縣市首長部分民進黨全部報 總統蔡英文辭去黨主席 而行政院長蘇貞昌也被點名 那我覺得最高行政首長就是蘇貞昌 他一定要負責 選後第一時間蘇貞昌口同請辭被慰留 王世堅再開後如果真心想走誰也留不住 但想賴誰也趕不走 王世堅接著舉出慶富案 時任何苦董事長因而被撤換 結果蘇貞昌上台竟把他派到更大的金控 另外還有建國啤酒廠都跟停擺影響北科大小弟 這都是在蘇貞昌手上耽誤掉的 而這還是當時蔡總統耳提命命的 所以蘇貞昌阿爸跟這種頂多 蔡總統把所有權柄交給你 要你好好去做 結果你欺上瞞下 對於平平被點名下台 蘇貞昌說現階段國內外情勢嚴峻 他會繼續在崗位上率領施政團隊繼續努力 希望各界都能夠給我們支持 但我們對於這次選舉 我們謙卑面對誠懇來檢討 而選戰後抓戰犯聲音四起 蔡英文希望中壯世代共同扛責 而民進黨黨內也掀起檢討聲浪 包含是否要內閣改組 怎麼樣去啟動黨的一個檢討跟改革 來回應民眾的一個期待 那至於是哪個個人 我覺得不是特別重要的事情 這是整個黨必須要去面對的 民進黨是屬於所有民進黨員的 也不屬於特定的世代的 民進黨下一步怎麼走怎麼布局 備受外界關注 TVN新聞綜合報導 而今天民進黨的中常會上 高雄市長陳其邁接任了代理主席 而預計明年的1月9號就會進行黨會的浮選 派系山頭會如何湧動呢 交給佳琪 9月1大選落幕 不過這一回民進黨大敗 現在黨內當然吹起了改革的宣浪 那麼總統也交出黨主席大位 那麼現在代理主席是誰要來代理呢 答案今天終於揭曉了 就是由高雄市長陳其邁 暫時來代理主席 不過陳其邁似乎沒有想要連任的意思 那麼接下來誰會代理民進黨繼續往前走呢 傳出民進黨現在裡面的各派系都有人審 包括了像是前立法院長蘇嘉全 那麼還有政國會的大阿哥 那麼也是前交通部長的林佳龍 甚至是屏東縣長潘孟安都是人選 他們說現在這個政國會 新潮流跟英系都鎖定這三個人 但是也有人在拱這個人 他就是2024的大熱門副總統賴清德 他們說部分人士支持呢 賴清德應該現在先把黨主席大位 給承擔起來 那麼接下來會軍2024就再適合不過了 不過我們帶你看到的是 現在黨內其實有不一樣的聲音 因為你可以看到其實像是立委 林淑芬就講到了 這一回就是因為網軍 給了民進黨一個當頭棒喝 那麼現在成立了大選檢討小組 政國會就負責檢討徵召召制度 總統現在也喊話了希望這個中壯世代的同志們 共同承擔起民進黨的責任 帶領民進黨再走向一個不一樣的未來 讓選民可以看到民進黨更多的改變 蔡剛就任就得先為民進黨九合一大選大敗 鞠躬致歉 民進黨代理主席推舉由高雄市長 陳其邁擔任 選舉 輸了就是輸了 我們也要承認我們的敗選 那也要再深刻的檢討了解 態度要謙卑再謙卑 綠營也籌組檢討小組 由桃園市長鄭文燦負責召集 而黨主席的補選會定在明年一月中 喜歡直接一點 不會 因為我市政很忙 真的是時間還是在高雄的時間比較多 直接了當說自己沒要再爭黨主席 只是幫忙代理 目前被點名的人選包含即將現任的 屏東縣長潘孟安 新系且清爛 以及英系蘇家全還有政國會林佳龍都有呼聲 但是在這前面要先處理蔣萬安立委的選區 補選提名 最終拍板是由吳怡農出現 可能的人選 他們的意願跟整體的狀況 晚上就會有人選出來 只是中場會少不了被關注網軍爭議 還有何志偉指控黑道加入陳時中核心的戰火 尤其黃成國也在同場 遇到黃成國那有跟他特別的交付或是有聊什麼 因為我剛剛訊息還蠻多的 所以我也一個一個在回我們支持者的訊息 就說有多尷尬就有多尷尬 一切只在不演中 TVB是由洪富華交迷和黃俊維 裡做合SN小組台北報導 而民進黨面對有史以來最慘的地方選舉 總統參文不如2018年周周在回廊跟媒體談話 而距離最後一次總統接受媒體採訪已經長達兩年了 2018年因為九合一大選大敗 總統首度開啟回廊談話 對國政發表意見也接受媒體提問 那陣子周周給問 如今四年前的敗選場景又上演 回廊談話有沒有可能再登辦 總統的事自家人不敢置會 畢竟總統最後一次受訪已經很久很久 沒看錯總統上次聯訪距今已717天 這段日子總統不是沒開口 但不是接受外媒專訪 這又是發表談話後 隨即離開反觀馬前總統 就職7周年 時任總統的馬英九和媒體查詢回應時事 這樣的大型記者會每年至少一場 只是這幾年蔡總統身上看不見 對此扶方回應 總統過去會適時透過不同場合 或使用不同媒介來表達各項議題看法 未來也考慮是時機狀況調整做法 其實這個沒有對錯的問題 這是作風的問題 可能也有一點關係的就是 他已經這個擔任兩任總統了 他已經不需要再 再參選了 希望是儘量不要犯錯 而看看國外元首 像是美國總統拜登 除正式記者會給問外 行程上也能賭 但回不回 看狀況 至於南韓總統原本上下班都有媒體聯訪時間 不過就在NBC記者跟總統府秘書爆口角後 總統一怒之下 陳絕向 南韓在野黨深遠媒體罵政府 但對比台韓總統沒受訪的天數 南韓兩週我方 近兩年 TBC新聞 張家寶 蔡煥柔 蔡報導 抖音現在流傳影片內容是由直播主抓到 疑似要運來台灣的海軍用品 引發了我國的國安疑慮 自稱抓到台灣的海軍用品 僅疑似大陸制 對岸抖音平台上 這段影片被大陸網友轉發 不只用獎的軍聯訂單都公開 看案上頭混雜簡體自打的訂單地址 來自新北英哥 交貨地址則是屏東內埔 而且後方海駐記是供海軍陸戰隊新兵訓練 雖然裡頭裝的東西 隔著帆布難辨別 從外型看來 倒跟這個東西有點像 這個影片所透露出來一些 類似橡皮甲人 那我們推測有可能是說 這個海軍單位施救的甲人 比起格鬥用的甲人 軍事專家研判 這更像是海軍的橡膠甲人 看起來就跟一般甲人沒兩樣 但它的用途多半是在海象不加時 模擬人員落海執行演練 搜救任務 勞舊上來之後 再施以說相關的 新北復速等等 這個其實各國海軍都在做 那有沒有可能廠商是 採購比較 相對來講價格比較便宜的價格 然後去跟海軍完成這個企業 這個可能性是有的 不過既然被對岸直播組 主動揭露 海軍陸戰隊也澄清 該用品並非海軍陸戰隊所屬 至於海軍截稿前 則尚在查證當中 民間可以運用的 我們也就納入 但納入的時候一定有條件 第一個他不能用大陸製品 只是不久前 國風部長邱國正才現實淡淡 對於大陸製嚴格把關 雖然這橡膠甲人 機敏性低很多 還是得小心為上 面裝的就是曾聖光的骨灰 他不時低頭用手撫摸 彷彿先生還在身邊 在外交部協助下 家屬用最快時間抵達烏克蘭 確認遺體處理後事 並參加14號由軍方舉辦的追思儀式 來自花蓮阿美族的曾聖光 高中畢業後就簽了志願役加入國軍 退伍一年多 今年2月看到烏二戰爭爆發 相當關心 儘管家人勸阻 他仍執意加入烏克蘭志願軍 在媒體上面 他看到 百姓 婦女 還有小孩 被這場戰爭波及 他沒有辦法 他沒有辦法忍受 他做不到袖手旁觀 曾聖光母親形容兒子 寧願為了信念犧牲 也不願活在不公不義的世界 所以選擇前往烏克蘭 原本說好今年底就要回來 一家人過年團圓 可惜這成了永遠無法實現的願望 孩子你很勇敢 你是我心中的寶貝 我以你為榮 而過去一個禮拜 俄羅斯瘋狂的轟炸 賀爾松兩百多次 烏克蘭的前線戰壕 也因為天氣惡化 泥泞不堪 還好北約跟美國的援助 都到了 一整天湿答答的爛泥 這幾天受下雨 積水添影響 頓巴斯前線環境變糟 連烏軍的戰壕 都是泥泞不堪 不過這裡的烏軍 還能照常向俄軍開火 好消息是 德國援助的火星二號 多管火箭發射器 也陸續定位發揮功效 這款多管火箭 射程約32到84公里 但對烏克蘭而言 最棘手的 還是停電缺水問題 北約承諾向烏克蘭提供 更多武器 並協助修復關鍵能源設施 美國也宣布提供5300萬美元 採購電網設備 在超過一個月的搶修下 哈爾科夫邊界小村總算有部分 鐵道恢復通行 但還是大意不得 它經過法是河克蘭提供 車馬封 所以河克蘭提供 高水平 然後 不僅僅幫助在戰鬥上的鬥爭 祝福歐國